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NCT 卢卡斯争议的最新后续 昨天,韩国一位自称是前女友的网友 爆料了卢卡斯吃晚饭,买香烟等的事情 而在这个爆料之后,在中国也有网友爆料 自称是与卢卡斯交往 而且交往事件也与韩国网友重叠 手法非常相似 这个爆料再度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卢卡斯事件连续两天登上了热搜一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网友的爆料 我本来没打算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因为大家当初也是半个好去好散 但是当我发现昨天的帖子跟我的时间线惊人的重合 并且都经历了差不多的事情 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有相同的受骗经历 并且发现她竟然会为了哄骗一个女孩 而在背后讲另一个女孩的坏话 编造另一个女孩的谣言 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悲心感 我不知道在我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女生也站出来 只是希望大家透过我的经历有一个惊喜 看清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我只是一个粉丝 非常喜欢她就偶尔会去一些行程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搜索AirDrop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Lucas iPhone帐号 我抱着好玩的心态 用自己的名字的ID发了一个表情报过去 从这一天我们开始了联络 也加上了微信 在当时我以为我是偶像距离的幸运女艺 没想到一番女主却有不知我一位 在她得知那次行程我在当地有家的时候 她主动提出要来我家看看 跟我说想去没有人的地方 她是个异性而且是我当时喜欢的人 那我肯定会多想 我就问她有没有女友 她回答我说没有 如果知道她那个时候是有女友的情况下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来我家 并且不会跟她有接下来的任何联系 当时天真的我以为爱情要来了 就在她行程结束了以后 去她的酒吧把她接到我家 她走进我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抽烟 并且邀请我一起 后来我们就开始喝酒 她开始跟我聊天 她形容练习生时期最后的未出道朋友是废物 说队友们不听话 不努力 不练习 带不动 说某位队友抢她的时尚资源 说有些人一点没有一点实力 凭着一张脸就可以出道 又开始跟我讲她家经济条件不好 爸爸投资失败 她要攒钱买房买车什么 对我抱怨这个社会有多不公平 当时还觉得她是个努力上进的男生 但是看了其他姐妹爆料才明白 她只是在对PUA我进行铺垫 后来她就在我家睡了觉 第二天上午行程开始之前 我叫车把她送了回去 在她来我家之前 她借口说自己衣服没带够 让我去买了衣服给她带过去 还点名要了某某某牌 或者某某某牌 说自己不喜欢某某某牌 是她当时正在合作的品牌 后面有行程之前 我会问下她我要不要去 现在明白 原来她有别的人要见面 原来小丑是我自己 偶尔我去行程的时候 她有来反复问过我有没有家 这不是自己一个人之类的 在确认过我有室友以后就消失 转天就不回信息 因为我无法忍受这种 招之即来回之即去的感觉 就在12月坦排了 我无法接受这种状态 她就以行程忙躺涩我 在队友背包SA日后 以我们是朋友道德绑架我 让我不要爆料 我彻底看清了她 后面就没再联络了 在我们的联系期间 我有反复确认过她有没有女朋友 以及有没有跟其他女孩联络 她给我的回答都是没有 并且她称自己 从来没有跟女孩一起这样喝酒 我当时真的信了她的鬼话 然而今天 没想到她利用自己的明星光环 跟粉丝的喜爱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对别人进行欺骗的行为 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还与别的女孩暧昧 在不同的城市约会不同的女孩 充施自己的后宫以外 还会在女孩中周旋时 说其他女孩的坏话 我知道这些东西 很快就会被人忘记 知道很多人会对这个事件 指指点点 也知道自己的行为 只是在飞蛾扑火 所以我不会别的 只是希望所有曾经跟我一样 一意孤行相信她的人 能够看清事实 能够心里有数 能够不会再有人一样 受到跟我一样的伤害 在中国网友的爆料之后 最初爆料的那位韩国网友 再度发文表示 原来你还到处劈腿了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就怀疑我造假的人 本来还有点后悔发文了 幸好昨天没接你的电话 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了 然后上传了 Lucas来电话的微信截图 以及留言 我想见面谈一谈 可以暂时讲个电话吗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昨天马上就联络了 到最后都没出息 看来是想打电话和解 结果被爆料更大的了 还跟中国女友乞讨名品 看样子 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个女人呢 在背后还说队友的坏话 真的是实吧 自己退团吧 不会对不起队友们吗 真的活得很勤奋啊 要吃软饭 一开始也要投资一点吧 竟然自己的钱一点都不用 他真的是无法恢复形象了 Lucas吧也关掉了 外国粉丝们从来都没有抛弃过 其他SM有过争议的idol 有良心的话 自己宣布退团 做错了也好 什么也好都可以 只要前面不要加NCT三个字就好 SM的问题最大 艺人再怎么有争议也会带着走 然后今天 Lucas也在IG发文道歉了 在这里我诚心的 向因为我的错误行为 而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 恳求给我一个可以道歉的机会 真的非常抱歉 同时我也向一直以来支持 跟关心我的粉丝们 真心的说声抱歉 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过去的几天里 我对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 进行了深刻反省 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跟做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辜负了一直以来 为我姻缘 支持我的粉丝们 再次诚心向 因为我的行为 而感到失望的所有人道歉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同时我会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中断所有的活动 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最后我想向我的成员们 工作公司工作人员 多家合作方 以及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们 说声抱歉 因为我的个人行为 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真的非常抱歉 对于卢卡斯的正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